哇给大家看我终于搬进我的新家了 hello 给大家做一个清水版的room tour 这边就是厨房 然后也是一样的 有洗碗机烤箱微波炉 然后它是运用电磁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closet 就是在一进门的位置 就有 这边是大门 好 然后这边就是到了洗衣机和风干机的地方 这边是厕所 然后这边是淋浴 是那种浴室型 不是浴缸型的 哇 它有这个也太妙了 之前我看到我朋友的 它就只有一个上面的喷头 就不能拿下来 然后这是一个厕所 好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房间啦 依旧是绝美景观 然后这边它是一个大的littlecloset 是两个连下来的 让大家看一下里面 我之前以为它是两个 结果后来发现它真的是通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 一会儿要去把一些家具搬过来 然后装饰装饰 我觉得像拿出了一个印度飞碟 真的太大了 救命 我们现在就步行走到这个U号的地方来取车 我租了一个这种像霍拉拉一样的车 这个就是我们租到的车 霍拉拉美国版 货车司机上线了 我觉得每一个开上这个车的人都有点慌了 我看霍卫刚刚那个人也是神情紧张 做霍拉拉的副驾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一翻锅折下 抽一把所有东西都搬上去了 天哪 达到回府 然后去还车 太累了 我的天 现在那边就全部都是我们的东西 一会儿要把他搬上去 刚刚把他搬刷车了 一整个电梯的东西 这个床垫 就我这里是正对着这个日落 给大家看两边 一边在窝眼眯不下 一边啥事也没有 我这里看来是正齐吗 就是太阳下山的地方 还没有整理好的房间 搬了一天东西 晚饭还没有吃 先吃了再一碗 西西 今天是我的白铃铃铛 这不是白铃铃铃铭 我们在英雅里做梁 在西澳呢 podcast 一极快 这一棵 最终是什么 最终的 一直在 浩子喜欢吃柏奇的这个 拿一袋零食 这个就是 这已经是我 三年前的回忆了 18年的时候来 我们站在这里这边 一批没什么东西 买的东西就被结账了 实在是太累了 蹲下了已经 这是我们买的一车东西 今天的大风收 实在是停不回去了 停我打的车等一等 但是这要等15分钟 那个车才能接到 就是 美国的卡车 再来两个人在这边等车 坐在这 现在就奇怪的 就是越有夜景越有夕阳的时候 这边其实比 OMS那边视野更开阔 就可以看到那种满地星星的感觉 所以就到晚上就是 天上也是星星 地上也是星星 我们现在要去Target买点东西 是一个周六的明媚早上 谢谢男孩的简单快乐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唱歌 哇 我真是个小天才 就是我拿我的纸箱 然后里面塞了点东西 这样它里面更稳固 再拿我的桌布一弄 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床头柜 我刚刚在里东西 所以有点乱 因为我这个床是榻榻米 所以它需要一个 比较矮一点的床头柜 之前我都是把那个箱子 开到这边的 所以它就可以刚好 那个高度比较合适 现在收起来之后 我就用箱子 做了一个这种差不多高度的 就超级完美 纸板的艺术 不仅存在于这种 大件的 也存在于小件的零件 给大家看一个妙用 看这是我平时拿来垫 就隔热的那个垫子 因为我其实买了那种布的 可是发现布的它的尺寸 不一定有那么合适 而且有的时候弄脏了还得洗 然后像这种纸板拆起来 就刚好一个锅的大小 放在上面就防热 正式把room tour开始了 这边呢就是我的厨房 之前还是空空如月的一片 现在它已经七八八都很齐全的设备 都是我慢慢慢慢去买去补回来的 然后还有什么blender啊什么的 然后这边调的也是超级全的 都是一次一次跑中超回HMR买回来的 然后这下面是一个烤箱 但至今还没有用过 然后这边上面是放橱柜的 橱具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简单的厨具 然后到这边就是餐厅的部分了 我一般会坐在这吃饭 就可以看着外面的风景 晚上的话还会有夜景 今天这个天气还是蛮好的 已经快到夕阳夕下的时候了 因为是65层 所以说view还是蛮棒的 这个落地灯也是我之前逃到二手的 还挺划算 然后这个毯子有的时候给盖一下 所以放在沙发这边 然后有个投影仪 一般来说如果看投影仪 在这边墙上面投 然后就刚刚好 然后这边是我的全身镜 必备全身镜 我等了它好久 之前两天才到了 就超级重 好棒啊 这边一个区域就是我 晒衣服和洗衣服的地方 因为它这边只有烘干机 所以我自己还是买了个晒衣架 免得那些棉质的衣服被烘缩水了 然后这就是洗衣机烘干机啦 接下来就是厕所 这个厕所也是添置了很多东西 就把我自己的那些化妆品 和护肤品里进去了 然后各种洗漱的用具 之前这都是空空如也 还有这个浴帘也是我们买的 甚至这个单独 就这个挂的东西是单独买的 然后再买的这块布 因为它都是分开卖的 来大家看一下卧室 这边就是我的卧室啦 然后它是一个书桌 还是一家最简单的那种款式 因为我觉得白色真的很 清晴舒畅很简洁 然后外面的风景也是差的东西好 然后这边是我的床 依旧是沿用了之前榻榻米的这种感觉 没有弄床架 因为床架首先是贵 然后不好搬走 而且还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这些是榻榻米 也觉得挺舒服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自制床头柜 也就是这些出国超级安宝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我放首饰的 就不要看为什么 首饰都放在这种快递盒里面 其实是最节省空间 而且是最好拿的 相当于一个抽屉一样的感觉 只不过我们都封起来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closet 就是衣服的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放了一些架子 这样子就可以让空间利用的更好一点 帮你买了一些那种抽屉柜 然后还有一些盒子和格子 对 然后那边是冬天的 这边是冬天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落地灯一样的感觉 就之前二手淘的一个美妆普光灯 但它也是可以当落地灯用的 就是光还是蛮强的 所以晚上在这写作业 然后就会看到外面很好的风景 我这种拍sides 也会在这拍的 大家会看到外面不同的天气 就会有不同的版本 然后他们来用落地灯 和一个从国内带过来的一种氛围灯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个落地灯我一般会打到 要么床头这个 要么就是对着这个书桌 然后氛围灯它有很多种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控制板 这种18米黄色都可以调的 整个房间就一下子非常的有氛围感